车子经过听得见车声 却没看到半台车子开过家门前 那也按捏 我们把镜头往后拉 只能的没看错 知道双开门就是在二楼 看看窗户上还挂着拖把 从侧面看二楼是铁皮建筑 一楼大部分空间是七楼 民众经过很难不注意它 不太懂这个门的设计 蛮惊讶的 就不清楚它为什么会开在这个位置 开门就觉得会掉下来 就是不知道 觉得设计得很奇葩 这个地是他们的 我们就帮他住的 不是 他要挑剔你 我没有办法 透过Google揭剪地图来看 原来两年前二楼外本来有阳台 但因为建筑是违建 在去年被拆了才留下这都市奇景 这一栋房子引起许多人注意 它的地点就在万华贵阳街二段上 透过空外镜头来看 这栋房子的后方 就是万华知名的清水盐祖师庙 而庙的座围有不少店家和住家 事实上这些地都是属于祖师庙所有 贵阳街二段这一整排 有些铁皮房子 因为老舅已经拆除 有些店家人在营业中 这些老房子以祖师庙为中心 左右两边以及前方都是祖师庙土地 而这些地属于文化资产保存区 尽管老舅却无法督更 要改善得透过修复计划 要改变商圈得拆除周边老舅建物 但是碍于地上全所属复杂 庙方得跟土地租客们整合 才能进行修复计划 短期内商圈要改变恐怕很困难 东南新文言军料前陈牌志台北报导